美国时代广场前 三角双LED大萤幕热力放松 刑目程度让路过的人 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这是专属韩星 编佑席的应援广告 据了解是台湾粉丝筹钱 为偶像准备了新意 毕竟随韩剧《背着扇载跑》播出后 除了编佑席人气再创高峰 连带把剧中经典场景连带捧红 撑着黄伞这幕相信居民超有共鸣 回到金基道水源市的住宅区 满满都是人 虽然带来观光效益 但周边还是有居民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打扰 毕竟编佑席本人近期 也饱受私生犯所苦 除了公开献身 多次造成暴动 私生活也不得闲 公司只好要求 接下来请粉丝 避免送信送礼物等 任何会接近艺人的行为 更严禁跟车或者回到住宿的行为 否则恐将面临法律责任 而说到接下来要接党的韩剧 由李俊荣表义正合作 描述现实生活中处处封闭的女子 遇上对爱情无动于衷的财罚王子 这句的出品人 其实也知道过 彬佑席演出的大力女子江南炫 记者会上笑称彬佑席早该红了 显见对她早是信心满满 TVC的旅行长卿逃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